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月份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日本和菲律宾两艘邮轮感染了疫情 在海上漂泊近两个月无法停靠或者上岸 并且日本的钻石公主号还成为日本一大疫情集中爆发地 其实从4月份开始 就有舟山海域的中国船员拉横幅 要求舟山政府允许上岸的视频热传 视频中显示 有中国海员在船上书写红色大字 并拉起横幅 跪求舟山政府放我们回家 当时这艘船已经从海外返回舟山港口 但当地政府以防疫为由 不许他们上岸 迫使他们在船上长期滞留 也是在4月份 据第一财经报道 8万多名在国际航线船舶上工作的中国籍船员 正面临隔离14天仍然无法回家的问题 海员们无法上岸 无法换班 有的已经长达几个月 而一些申请休假的船员 即使检测呈阳性 仍然面临隔离了14天又14天的窘境 休假申请一直得不到批准 无法回家 海员们反映 货船一直在海上不下地 跟任何人都没有接触 为什么就不能换班 几个月没有上岸 身体都快生锈了 因为船上活动范围狭小 加上超期服役 对船员身心造成巨大压力 有的人已经出现了抑郁的倾向 有的人精神接近崩溃 而之前在3月16号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长杨兴翟明确表示 正在妥善解决船员超期服务的问题 但一直到4月14号 在港口已经停靠了14天的船员 尽管核酸检测呈阴性 但仍然不被当地政府允许下船 休假申请也被驳回 目前在舟山港等浙江的港口存在这种情况 而且不同的港口有不同的规定 有的同一个省份执行的标准也不同 比如在福建省 厦门港可以上岸 福州港就不行 在山东 青岛港可以 别的港就不行 近日网上更传出滞留菲律宾海域的 中国船员的求救信 曝光他们的悲惨处境 这封求救微博显示 由于中国大使馆一再推脱 200多名中国船员无法回国 无法靠港 滞留在菲律宾海域 至今已经128天 船上甚至传出有人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的消息 由于出海已久 船上已经没有任何防护设备 连口罩都没有 在绝境中 有海员精神崩溃 更有人跳海自杀 发信求救的船员自称是中共党员 一再哀求中国政府放他们回国 给一条生路 发信人明确表示 已经向多家中国官媒 香港媒体 以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 转达了求救信息 不过大陆官媒没有报道此事 中国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复 另外还有两艘游轮停靠在英国的两个港口 各自搭载了300多名中国船员 从3月16号起 这两艘游轮就已经停航 没有上下课 至今100多天 他们没有踏上过陆地 船上原来还有其他国家的船员同事 但是菲律宾 印度 美国 日本 韩国 乌克兰 罗马尼亚的同事 都已经被各自国家包机接回国 只剩下中国船员 但他们数次申请回国一直得不到批准 计划中的包机也几次取消 只好在微博上求助 但截止发稿时 在微博上求助的帖也被删除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